呵呵呵 栗正 敬禮 请坐 大家好 很高兴看到大家在这边很辛苦哦好热哦 嗯我刚开始要开始之前呢 我先丢一个问题给大家 大家都应该知道中国那边是不是有两千颗的飞弹 对着我们台湾 对不对 好 我现在给你们一个问题 但是你不必回答我 为什么 你等我把这个讲 那个简报讲完以后呢 你就会拿得到答案了 你们会觉得那个两千颗飞弹很恐怖很害怕吗 不会哦 好很好很勇敢 好很好 其实根本就不用怕 好我现在今天要讲的主要就是说 美国国防部 在七太平洋所部署的军事力量 来我们现在看这个布幕 这个 这个画面呢是我自己做的 我这个放在那个雅虎部落格当背图 背景图 这个上面这个英文呢 台湾's national defense is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USA 这个意思呢就是说 台湾的国防呢是美国的责任 再来下面这一个 台湾's is not part of china 台湾不是中国的一部分 下面的 U.S.73 这是美国第七舰队 这个听过吧 有没有听过 以前如果说听到台海很紧张 就会听到这个第七舰队的名称 好现在你看这个图 这个图都是第七舰队在太平洋军事演习的画面 我等一下让你们看一个比较壮观的画面 好这个 这个就是美国第七舰队在演习的时候 所排出来的队形 看看最前面这个 厂厂的这个 这个就是前水艇 中间这个最大的这个呢 就是航空母舰 旁边其他的就是大大小小的军舰 有的是驱逐舰啊 群羊舰啊 或是水路两区的运输船 都有 这些全部加起来 一共大概二十五艘 或是二十六艘 阵容很大吧 有没有很大哦 你们年轻的男孩子 都应该还没有当兵哦 还没有吧 都还在念书哦 好再来我们看下面一张哦 今天我要讲的目录哦 有分成六点 第一点呢 就是二次战后的台湾 第二点 每日协访调约 第三点就是 那个 全球之音 就是这个飞机的 代号就对了 他的名字 无人飞机 还有V2 住在关岛的事情 再来就是空中雷射武器 我会 给你们看画面 再给你们做重点的说明哦 再来第四点呢 就是美军在西太平洋的部署 我会用那个地图 秀出来给你们看美军在哪里 在哪里 再来就是F35 这个 应该 您自身秘书长 前天给你们上课 应该有提到 中国不是有一艘二手货的什么 四郎号航空母舰吗 有没有 对啊 他有提到说 他们的甲板 能不能让飞机起落 不可以 为什么 对 因为飞机通常要起飞 或下降都要滑行 他们的飞机呢 不适合设计在这个航空母舰的话 会掉到海里去 可是这个F35呢 就是很特殊的 等一下你们就看到动态的影片 再来第六点就是Facebook 我相信年轻的 我都叫同学好了好不好 我觉得应该叫同学 希望你们不会介意 因为虽然你们坐在这边 在学习东西 可是我站在这边 我也要学 你们要学的就是说 你们想要知道什么 从这里面去学下 学下来 但是呢 我站在这边 我也要去学习说 我要怎样表达 让你们吸收到 学到你们想要的东西 我觉得大家都是互相的 好 Facebook 大家 有没有在Facebook 有账号的 请举手一下好吗 让我知道一下 还好 还不是很多 我是鼓励你们 大家去申请一个账号 因为我在Facebook 也有社群 如果你们有账号呢 可以加入我的社群 你们可以了解我 本在那边有什么消息 我们开始讲下面的 二次战后的台湾 CCK 大家都知道什么是CCK吗 知道吗 CCK 有没有人住台中的 住台中的就知道 台中有个清泉岗 对不对 CCK就是清泉岗的英文缩写 我现在要介绍的 我现在要介绍的 请看下面一张图 这一张图 里面这个人 就是我本人 你们有没有觉得很奇怪 在CCK 美国空军基地 我可以进去 这个我进去的时间 是在今年的3月15号 我在这边拍照 这个建筑物呢 是美国空军在清泉岗的基地 它本来是一个教堂 因为那时候美军在台湾CCK的时候 他们也要做礼拜 所以他们有这个建筑物 这个礼教堂 可是现在已经改成 那个足迹馆 就是等于 类似博物馆就对了 这是以前美军在台湾 这个CCK的时候 他们用过的东西啦 或是说 当初他们使用的飞机 都有拍成照片 都留在里面 展示给大家看 可是目前的这个足迹馆呢 还不对外公开 不对外公开 可是我可以进去 但是因为某些原因 也许你们会很好奇 但是我也不能讲太多啦 可是我可以说 带我进去的不是我们本土台湾人 也不是中国人 是另外的人 你们猜猜看是谁 我不要讲出来 你看我把我们的军事占领旗 就是我们在这边办公室里有的这一只 看到的吧 我觉得我很高兴说 我是本土台湾人第一个人进到那边去 把这个旗子展开 你看因为我个人个子小 你看整个旗子展开呢 大概都把我挡起来了 可是我觉得很高兴 那是很难忘的一天 好 再来我们看下一张 你有看到上面这个字吧 见证二次战后美军保护台湾人的 本土台湾人的 历史 因为里面有 我会一个一个解释 你们再看就知道了 好 再来我们看下一张 这一张 你看这个旗子 这个旗子 也就是在这边 应该 要这边 没有摆出来吗 这边嘛 这个嘛 对 这个就是美军的军事政府旗 这个照片 谢谢 谢谢 这一张就看得比较 这一面起就看得很清楚了 这是军事占领 军事政府的旗子 谢谢您 好 现在这个画面呢 就是那个足迹馆里面的一个角落 上面的墙壁上的照片呢 这个 这个都是以前当时 美军所使用的B52轰炸机 你看排好好几架在这边 就知道阵容不小 因为当时的美军呢 那时候还有在越南战争 所以跟越南战争也会有一点关系 我进去足迹馆去参观的时候呢 他们里面的管理员有给我们做介绍 其实在这个CCK这个基地里面也有地下 医院 也许大家都不知道 因为那时候美军在越战的时候 如果有受伤或是怎么样都送到台湾 现在目前美国还是有在使用B52轰炸机 但是有经过改良的造型 看起来更酷 等一下我会给大家看 这个就是旧的 这个就是在1950年和1980年之间的照片了 现在这张照片呢 这张照片也是在金钱钢的那个足迹馆的墙壁拍下来的 我有写文字 我这个经过那个Forter Impact图案档的加工 我写文字在这边 二次战后美军进驻台中金钱钢空军基地的各种机型 你看有各种不同的飞机的型 好下一张 这个就是刚才B52轰炸机 这个你们刚才看过了 这个是比较小一点的 好再来上面这一张呢 这个就是加油机 所谓的加油机呢 就是可以进行空中加油 假如说他们的战斗机呢 或是什么飞机 在天空飞行的 发现油料不足了要加油 可是他们不必停到这个基地来 他们可以直接在空中就进行加油了 你想想看那是几年前 美国的军事科技就这么进步了 在空中加油 等一下我会给你们看空中加油的画面 是什么加油法 好 这个下面这个F4 F4这个应该是没有再用了 很老旧的机型了 我们等一下啊 因为后面这个先生在拍照 好了OK 好再来我们看下面 这是另外一张 另外一张也是美国空军 出进出清泉缸的各种不同的机型 你看好几种 看刚才那些加起来 超过一二少十多种了吧 这个是刚才那个比较放大的图 这个也是 这也是刚才那个加油机放大图 要拍吗 要拍吗 好我们再看下一张 这一张很重要啊 我就解释给大家听 这张图面呢 就是在那个史料馆的那个建筑物 进去的是左手边的墙壁上 在那个墙壁上 你看这个图 这个图 Department of the Air Force 就是指美国的空军的logo 他们的标志 这边呢 Department of the Navy 就是空军的 海军的意思 海军部门 也是美国海军 可是你看在下面这边 United States Marine Corps 就是海军陆战队 你就可以从这个logo看得出来 当初进驻台中的那个金钱缸的 国防部的最高单位 就是美国海军还有海军陆战队 那你们应该知道 那时候的台湾是谁在保护 是美国 因为那时候蒋介石 从中国逃亡到台湾的时候 他连一艘军舰 带自己的难民过来都没有办法 都是依赖美国的军舰送过来的 我再用一张放大的图 这样可能看得比较清楚吗 这样比较清楚了 所以呢 当初 或是现在 你们所接受的教育和课本 读到的说 哇 蒋介石当时很厉害喔 保护台湾喔 真的吗 是真的吗 根本就是骗人的 如果没有美国的话 他不可能能留在台湾的 他们是被美国包容和收留的 我讲这样也许很不客气 事实就是这样 我实话实说 下面这个logo呢 就是属于他们的空军的 连对的标志 据我所知呢 对啦 带我进去的人喔 他叫我 不要讲出他的名字 可是他叫我称 another third party another third party的英文 中文意思就是说第三次例 那你们听懂了吧 喔 他跟我说 这个始料馆足迹馆呢 今年的11月 就会对外开放公开 到时候有兴趣的人 就可以进去参观 嗯 你们知道我们tcd的官网网站吗 因为我每次如果有什么新的消息 要公布我都会贴在网站 你们可以去看 如果真的有 可以公开哪一天进去 或是怎么进去 要准备什么 如果another third party 有告诉我怎么去 我会公布在我们的网站上面 好 大家可以去看 里面很精彩 很多东西 就是美军在那边 他们所使用过的东西 都在里面 看起来你们会觉得很怀念 觉得说 也许你那么时候都没有生出来啦 很好玩就对了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就没有办法把每一张图片的袖子 给大家看 我只是把这个重点 先做说明 给大家听看看 好 再来 我要讲解的就是美日协访条约 还有 2011年举办的每日禁地界联合军事演习 还有与那国岛 与那国岛距离我们台湾非常近 只有110公里的近 再来就是提到琉球群岛上面的 美国空军基地 住房F22就是猛群隐形战斗机 这是美国现在最尖端科技的战斗机 我们现在台湾CCK也有住房三架了 这个林秘书长有跟你们提过吗 有哈 还说在去年的夏天过后呢 住在台湾的这个F22隐形猛群战机 当初去年是不是美国和韩国有举办 黄海的那个军事演习 对不对 那时候从台湾回过去的F22 就是去参加这个演习的 再来就是我要介绍M322 这是比较新型的运输机 专门在运送官兵啊 如果要作战的时候 或是一些武器军火 这是很新型的 他不用滑行跑道 他只要直接上升直接下降 很像直升机啊 好我再来下面就是做比较详细的说明 这个图面呢 这一位先生就是日本的一位将领 对面这一位呢 就是美国第七舰队的司令 日本自卫队这位将领 递送这个 就送这个感谢状给美国 第七舰队的司令 跟他们表示感谢 说他们协助他们日本的自卫队 能够成立起来 而且你看我这边有写 他们这个日协网条约是1960年签订的 刚好到去年2010年 2010刚好满50周年 他们在庆祝的时候 就在日本的军舰 这个看到日本的军旗 就是美国的 他们在甲板上排成一个阿拉伯字 50就是代表庆祝50周年的庆贺的意思 其实他们还有其他的放烟火的画面 因为我怕说时间不够 我就不放了 就没有放进来了 好再来我来解释 为什么美日协谎条约 他会包括澎湖在里面 变成保护的范围 美日协谎条约所签议的两个国家 就是美国和日本 可是他们这两个国家呢 也要对着台湾澎湖负义 负义务和责任 为什么呢 我这边有写了 您秘书长应该有大概讲过了 因为我们台湾目前 还是在军事政府的担任中 所以美国军事政府 对我们必须尽到义务和责任 保护台湾的安全 而且他们还没有把这个主权 移交给我们本土台湾人的民政府 所以在还没有完成这个程序阶段之前 他都要尽到这个义务和责任保护台湾 再来这边我写的就是我们跟日本的关系 为什么日本要根据写访条约 也要把台湾保护在里面呢 在这边 因为1945年4月1号 日本的昭和天皇 已经下昭书 实施明治天皇的宪法在台湾 从那时候开始呢 台湾的人民就成为了日本的人民 而且台湾澎湖也变成了日本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 所以不管他们战争失败了 虽然签的旧金山和平条约 有说他们要放弃对台湾的主权权利 只有权利哦 可是他还是有这个天赋 不可抛弃的义务 所谓的义务就是对台湾还要尽到保护的责任 我刚才这个有解释过了 因为我们台湾是日本神圣的不可分割领土 而且旧金山和平条约里面也有提到说 把台湾放弃主权权利 可是没有说要把台湾澎湖交给谁 变成了满下一个伏笔说 那我们台湾有一条生路 就像林秘书长讲的 我们将来要走上自治的路线 再来你们看这些图 这个就是美国的前水艇 他们浮出水面的时候 就会升级他们的美国国旗 像这个 这是他们美日联合军演的时候 这是日本军舰的军旗 美国的 这个呢就是另外一个 他们也是第七舰队的队形的画面 这个就是在演习的时候 演习的时候的画面 看起来很壮观哦 好 再来我们看下面一张 这是刚才那一张放大的图 看得比较清楚 有人要拍照吗 没有 好 现在你们就可以看到这个地图了 这个地图我就是刚才我讲的 历见美日联合军演 英文叫 King Sword to Sorrentine King就是很锐利的意思 Sore就是箭 这个为什么日本和美国会举行这个军事演习 这个演习就是在去年大概年底的时候 因为去年的年初 中国一直说钓鱼台是中国的 而且呢中华民国的自我感觉良好的马英九流亡难民分子 他也说钓鱼台是中华民国的 而且民进党的蔡英文呢 他去日本访问的时候 日本媒体问他说 问他对钓鱼台的看法 他也认为说钓鱼台是中华民国的 OK 好 那美国也懒得跟他们玩口水战了 采取行动就是 进行这个历见美日联合军演 是不是等于在告诉他们什么 能够在这边军演的话 如果他们真的有本事 他们可以来军演吗 那个马英九流亡难民分子 还对着媒体的镜头说不喜一战 这个画面有没有听过 有吗 不喜一战 真的不喜一战吗 你看现在美国日本 他们举行这个经验包括了哪里 这个地图你们看这个就是日本 台湾在这里 你看演习的范围包括日本海 还有Eat China Sea就是所谓的东海 还有琉球群岛 还包括到菲律宾海 就在台湾的靠近太平洋这一边 你看这些军事演习的时间维持一个礼拜 一个星期 那么多天的军事演习 表示说他们很在乎很认真的 也是在警告中国和中华民国 我和蔡英文说你们都说这是中华民国的 一个是说中国的 这个是不是在表态给他们看 不是靠嘴巴讲的要靠行动做出来 美国人就是这样子 他不跟你玩口水蛋 你们要讲随你们去讲 但是我就做给你们看 好再来讲到羽纳国岛 这个羽纳国岛 现在目前已经有进驻日军的自卫队 还有美军都有进驻来了 他这个距离台湾的距离大概只有110公里 你看这边是宜兰的那个海军的基地 他这边是花莲的那个加山基地空军基地 我记我 我李秘书长应该有讲吧 这边也有进驻了美国的空军部队了 这个就是去年吧还是前年 日本自卫队发布的消息说 他们将来的航空四北区要往西移 你看这个蓝色的图呢 就是中华民国划定的航空四北区 但是日本很不客气就把他往西再移过来 表示说将来这个区域范围 万一发生紧急状况的话 日本自卫队呢他会介入 他会过来保护台湾 可是呢中华民国他们都不敢坑一声 乖乖的让日本扩大这个航空四北区 因为他们没有资格 为什么没有资格 刚才前面讲了我都很清楚了吧 因为日本对我们有义务保护责任 美国也是 中华民国流亡政府呢 他只是从中国逃过来流亡 暂时躲在台湾避难而已啊 他们没有台湾的主权 所以台湾的领空四北区 他们没有全力讲话了 这个如果你们有看过网路新闻的话 应该都有看过吧 我再来要介绍的就是琉球群岛和台湾的距离 我写台湾英文 这边都是琉球群岛 主要我要说Catena Air Base 就是加首纳美国空军基地 现在日在这个日本的琉球群岛Catena 空军基地有进驻了15架的F22 的猛群引擎战机 当然他就是为了要做什么 要保护西太平洋 而安全稳定 这个画面 这个就是F22 引擎本型战机飞在天空上的画面 这个是停在空军基地的画面 很漂亮 看起来很酷对不对 一般的一飞机看战机就不一样 好 现在你们有看到这边上面 这边好像有一个东西伸下来 对不对 这个就是在空中加油的时候的画面 那个加油机他的姿态呢 会在这个飞机的上面一点点 然后慢慢的把这个管子伸下来 然后和这个飞机呢 结合在一起 再输送这个燃料油给这个沉透机 这个是技术要很好的 好 再来这个是F22 这是今年呢 美国国防部才发布的消息 在明年的下半年呢 这些新型的运输机 就会进出到琉球群岛 它的容量呢 就是比一般旧型的支撑机更大 就是说要运送兵 那个部队兵员呢 还有或是军火呢 那个容量会很大 而且它就是两边都有那个螺旋翼的 而且是直接上升直接下来的 不用跑滑到那个滑到那个 跑到的 好 再来我介绍的就是全球之音无人飞机 还有B2 住在关岛 空中雷射武器 我这样讲会太快吗 不会 好 你看这个这个就是无人飞机的造型 看起来是很酷啊 你看它前面这边都没有窗子 无人飞机就是说不用人去驾驶的飞机 它的操作呢全部都是靠电脑系统 当然还要透过地面的或是空中的雷达 还有太空中的卫星 传达指挥命令 他才去执行这个攻击的战斗的职务 现在目前这个全球之音呢 在关岛的安德森空军基地呢 有进驻三驾了 关岛离我们台湾很近 刚才你们地图已经看到了嘛 要拍照吗 没有哈 好 再来这一这一架也是无人飞机 可是和全球之音是不一样的造型 这个都是这个前面那一张是同样的 好 这一张图呢就是刚才我介绍的那一架 无人飞机的造型 这张图都是在解释说 这架无人飞机它怎么去执行任务 去轰炸敌人的基地或是阵地 这边上面的英文的意思是说 没有人 这是属于遥控式的攻击飞行器 他这个去年就有发布一个消息说 当初住在巴基斯坦和阿富汗边界的无人飞机呢 有去执行一个任务 去攻击那个边界上的恐怖组织的基地 而且有杀掉了几位的恐怖分子 好你现在看我这个键号 第一个键号 这边就是说 要怎么作战的指挥命令呢 由地面这边发出命令呢 传给雷达 然后雷达再传到空中太空上的彗星 彗星再把这个讯号传给这个无人飞机里面的电脑设备 他们就会锁定的攻击目标 也许说这个基地是在东方西方南方西方某一个点 他锁定好的时候 他就可以从他的翅膀上面这边发射出他的武器 他所携带的武器这边有写了 写出来就是地狱之火 很恐怖听起来 还有就是有镭射导向的炸弹 所以这个命中力应该是很标准很高的 我不晓得以前 美国波斯湾战争的纪录片有人看过吗 没看过 那时候我都有在看 他们那个时候 美国要攻击伊拉克的时候 他们都是先发那个巡异灰弹 巡异灰弹他是有带卡梅拉镜头的 所以他在空中灰的时候 都会把敌人阵地的画面拍下来 传回美国的总部 然后直达目标炸上去的时候 画面才消失 所以他们这个命中力都几乎达到百分之百了 再来看第二个键号 这边就是我刚才讲的 这个卫星 卫星收到指挥命令的时候 会长达给这个无人飞机 下一张图 好你看 就是他锁定的地面的目标以后呢 他就可以开始进行的攻击 攻击的动作了 这个无人飞机的好处是说 里面没有工作人员 万一呢有发生事故呢 或是被攻击的时候 可以减少美国军事人员的伤亡率 表示说 美国他们是很珍惜 他们自己的军人的生命 价值观不一样 跟中国他们人海战术啊 能冲啊 一大堆人往面冲 这档子弹死掉了也没关系 他们就是不在乎军人的生命了 好 这一张就是V2轰炸机 停在那个关岛啊 关岛的画面 他下面这个都是美军 他们就在那边 通过的是拍下来的画面 这是停在路上的V2 好 我再来让大家看的就是 V2轰炸机 他也是隐形式的 他的英文名字叫Spiric Spiric的意思就是幽灵 幽灵就好像是灵魂的意思了 他是隐形的 他如果飞进敌人的领空的时候 敌人的雷达没有办法侦测到他的踪距 他可以来无影去无踪了 这个造型看起来是不是很酷的感觉 很漂亮啊 像不像一只蝙蝠的样子 三角形的 他有两边这个翅膀 好 再来我要让你们看的就是V52轰炸机 这个是最新的照片 不是前面介绍的那个旧照片 你看 现在这一张就是V52轰炸机 在空中加油的画面 也是上面加油机管子 伸到他这个飞机上面 输入他们油给他们 那这是单独拍照 这个又有上面拍下来的 好 现在这个呢 这个编队呢 通常呢 在军事演习的时候 他们都会飞在那个像第七舰队的上面 排成这样的队形 因为船只军舰也需要空军战斗机的保护 你看这个V52轰炸机排在最中间 他这边小小的这个 就是F-A18的那个战斗机 看起来就是小无箭大无了 好像巨无霸 好大的一只 你看这边就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这是航空母舰 这个就是V52 他旁边陪的都是小型的战斗机 这个画面看起来很酷 有时候不一定是V52 有时候会出现那个预警机 预警机等一下我会介绍给你们看 好再来EA6B 这是电子攻击机 这个电子攻击机 通常也都会和那个航空母舰一起出任务的 这个这个看得出来吧 这是航空母舰的塔台 他们的等于是他们的 他们叫什么 舰桥 他们英文叫bridge bridge就是桥嘛 当然他们的指挥命令的人 工作人员都是在这里面 上面这个都是跑道甲板 好 他则是停在那个地面上的 这个在空中飞 这个是停在甲板上的 他的翅膀可以折起来 他还有膝带炸弹 所谓的电子攻击机 他的工作主要就是在破坏敌人的电子讯号 假如说他也许 敌人他们在互通什么讯息的时候 他可以从中拦截呢 或是阻扰他们的电子通讯 或是他们的电子仪器 那个笔表之类的 像是不是对自己有利 敌人就好像被瘫痪了一样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 美国他们作战不是 不是传统式的轰炸机 或战斗机就好了 而且也会增加这样的电子的攻击机 嗯 你们应该有印象吧 这个年初的时候 比比利亚是不是有发生战争 他们有反抗军在反对那个格达会 这件事情你们知道吗 知道 那时候美国他也是主导的 他们也有开那个航空母舰到地中海 利比亚就在地中海那边 那时候呢美国去 他们是没有出动路面的部队 但是他们都有出动空军 还有那个攻击的任务 他们也有出动这个电子攻击机 当然也是要帮助欧洲 他们是欧洲联盟的盟军的部队 好这一家呢 以前有没有看过 很酷哈 他就是一二三 好爱 阴眼 好就是一老阴的意思 爱就是眼睛 就是好像老阴一样的眼睛很锐利的 你有没有看过老阴在天空飞的样子 哎他都在天空好像在绕绕绕好像在寻找什么目标 对不对 我小时候看过啊 因为我是 我是住在中部的山区一个三层小镇 小时候常常看到天空有老鹰在飞啊 现在好像比较少看到了 这个预警机他的目的你看这个圆圆这个 这个就是要停下来航空母舰甲板的画面 这个就是要从航空母舰的甲板起飞的画面 这个呢就是在空中的时候 他的 他的这个行动好几只哦 好几架 这架你们看得懂吗 这个山是什么 日本的富士山 表示说他们在日本也有驻行好几架的这个预警机 大概几年前 有一个消息就是说 美国的预警机好像是在台海附近或是东海附近 跟中国的一架空军战机 是不是插撞 这个消息你们知道吗 不知道 我在海南岛啊 啊结果他们的战机摔到海底去了 他这个预警机不得已只好迫降了 因为好像有点被插到撞到嘛 预警机就是说 可以他们靠这个雷达呢 可以去侦测到在天空中 如果有敌人的飞机靠过来 或是说有发现什么危险状况的话 他们可以预警侦测到 赶快通知他们自己的部队 怎么去采取防御行动或是反击的动作啊 好 再来我要介绍的就是 这个你看看就知道 US air force 就是指美国空军 这边有美国的那个logo 你有没有觉得很奇怪 他的鼻子怎么长的这个样子 跟一般的飞机不一样对不对 好这个就是雷射 发出雷射的一个部位 就是雷射光是从这边发出来的 就是我刚才讲说雷射武器的这个飞机 有这种的飞机去执行任务的 这个画面就是他去执行演习的动作以后 飞回他们的空军基地的画面要降落的画面 好这部呢这个照片呢 就是刚才那一架雷射武器飞机最靠近的镜头画面 好这边你就可以看得到了 这是发出雷射的部分的设备 你看这个可能是在研究这个 这个看看这个飞机怎么样 这张图呢是属于模拟图 就是雷射飞机在空中执行任务的时候的画面 你看假如说这边假设是中国的地面 发出了飞弹 飞到半空中呢 雷射武器这个飞机可以发出雷射光 把飞弹摧毁 让这个飞弹就没有办法再继续飞 飞到他们的目标去 好啊这边呢就是说假如 中共中国他们的海面上有战舰啊 或是潜水艇有发出飞弹的时候呢 也是可以从这边发出那个雷射光 把那个飞弹摧毁 等一下我再让你们看 看他的画面哦 好这个画面本来是动态的 可是我为了要把它用静态的方式给大家看 你看我从电脑拍下来 这个部分呢是属于雷发出雷射光 刚才我介绍那一架飞机 他发出来这一条线就是雷射光 这个部分呢就是被击中的飞弹的光点 你看这个光被击中的时候是不是比较亮 好那我们再来看下一个画面 你看这个光是不是比较弱了 表示说这个飞弹已经被摧毁了 他的光现在慢慢消失了 消失以后怎么样变成垃圾掉下来 掉到地面了 你看这样的科技是不是很进步 所以你们会担心说中国的飞弹会打过来吗 不会了 好再来 我们来看美军在西太平洋的部署 这个画面呢 你可以看 这个是日本的地图 台湾在这边 这是琉球群岛 这个就是Yokosuka Yokosuka就是横须河 也是美国住在日本的军港 这个就是Sasebo 左士堡 这边呢 这是东海的部分 现在我解释一下横须河 那个有个书港 他其实就是美国住在日本 一个很重要的军港 嗯 有一艘现在蛮新的第七舰队的 George Washington 航空母舰 他长期驻访的就是驻访在这个横须河港 就是说George Washington 这个航空母舰 他从他美国的母港 圣地牙哥出发到太平洋了以后呢 就进到日本的Yokosuka港 就这个变成了他的母港了 只要George Washington 他出动任务 就是说去演习啦 或是执行第七舰队的任务以后呢 他们的时间大概都为期六个月 然后就会回到这个横须河港 让他们的官兵休息度假 而且他们的航空母舰也要进行维修 或是保养保护的工程 然后呢再由其他的航空母舰来取代任务 对啦 我现在再给你们插播一个消息好了 我忘了讲 这是大概一个礼拜之前呢 美国有一艘航空母舰叫斯坦尼斯号 已经从圣地牙哥出发 进到西太平洋来了 进行七个月的巡防任务 包括西太平洋一直沿到波士湾 阿拉伯海 就很远了哈 为期七个月超过半年了 像这个我有放美国国旗这个地方 这个英文的意思呢 就是他们的水陆两栖战斗群 这个是代表说 ready ready就是准备好了 就位好了 随时可以打仗的 group就是群队的意思 一个群 一对群就对了 你看这个也是水陆两栖的战斗群 这个也是水陆两栖 这个也是水陆两栖 所以你们可以看得出来 美军在西太平洋从日本到东海 到琉球琴岛到飞 这个菲律宾海靠近关岛的地方 都布满了美军 那你们应该稍微知道了吧 我刚才问你们说 为什么中国有两千颗的飞弹对着台湾 这样你们大概已经知道答案了吧 知道了吗 对大家都很聪明 事实上呢 那个飞弹不是对着我们本土台湾人 他只是在吓我们 可是他针对的呢 就是美国 因为美国的舰队 你看布满了这整个区域 他当然会害怕 而且他的飞弹更不可能对着中华民国流亡政府 他们都已经签F了 好的要命啊 兄弟好像如交士气的好亲密啊 怎么还可能会针对 用飞弹追战他们 是针对他们呢 所以我们有时候会怀疑说 既然你们佛民党共产党已经那么好了 为什么飞弹不撤走呢 那答案你就知道了吧 他们根本已经不再敌对了 没有必要再用飞弹对着台湾 为什么不撤走 原来他们的飞弹是对着美国来的了 但是美国也不怕他们 再来看下一张 这一张就是比较往南一点的画面的 台湾在这边 你看这边也都铺满了美国的两栖陆战队的 他这个是南海的部分的 所以你可以看台湾 台湾的台湾头台湾围还有这个侧边呢 都是美国的保护者 所以是不是变成了这样天罗帝王 那个铜墙蝶壁的保护着台湾 所以台湾是非常安全的 这边就是关岛了 也是有美军 关岛有美军的空军基地和海军基地 我现在介绍的就是Cobra Gold 2011 就是今年的二月份的 他们那个美国和泰国 举行的一个黄金眼镜蛇 2001年几半的金氏演习 这个金氏演习的区域包括了南海 还有泰国湾 等一下我会秀出地图给你们看 你看这个就是美国的驱逐舰的照片 插着美国国旗 这个呢是汽电船 就是那个水陆两栖 进行登陆的时候要用到的那个交通工具 他这个汽电团呢就是等于可以浮在海上 如果一直开到海滩或是有海岸的地方呢 他就可以着陆上去哦 他这个这个设备很好啊 他这个整个里面都是空气 可是等他开到路面的时候呢 他那个气就放开了 他甚至还用轮子来开动了 底部还有轮子 他像这个就是这也是水陆两栖的登陆小顶 这是从那个登陆那个水陆两栖的运输件出来的 已经开在海上了 他这个就是等于这个了 这时候这个这个画面呢就是 那个水陆两栖的运输件的画面 他后面呢有一个大门好像一个门打开 他这边有斜坡 这个登陆小艇就可以从这边慢慢开出来 然后就可以浮在海面上去往目标 拍过去的就可以进行登陆了 这个水陆两栖 我想在赛场的男兵的同学呢 他们当过兵的 有没有做过陆战队的 有没有 没有啊 那可能可能就对这个不是很清楚吧 这个黄金眼镜蛇的演习每一年都会举行的 2011年也有演习 这一张就是我刚才讲的黄金眼镜蛇 2011年所举办的 这边就是台湾 这边就是南海 这边就是泰国湾 就可以就看得出来说 黄金眼镜蛇的军事演习的范围也蛮大的 就是包括在这边的范围 那这边大家看就知道了 那这边是中国 那这边是海南达 那你就可以看得出来美国 从韩国日本台湾一直到菲律宾到这边来 都是布满了美军的军队了 而且他们这个我所谓的水路两极战斗群呢 他们不是说演习演练完回家的 这边就空着没事了 不会的他们会轮班的 他们这班走下一班又来接 就是说我一直维持这个状态就对了 这个画面呢 就是美国在我们台湾加强那个防御工作的 这边这个地方就是属于远程侦测的雷达站 预警的 这个地方就是在新竹的乐山基地 飙高有2620公尺的高度 是全台湾最高的雷达站 这个雷达站它的功用 刚才我已经有讲过了吗 无人飞机是不是要靠雷达啊 对 您秘书长有没有跟你讲过 在台湾已经有安装三车的 JSTAR control system 就是JSTAR的控制系统 您秘书长有讲吗 有哦那你们都很清楚了吧 嗯我还剩下多少时间 我讲到 刚才不是以前都有一个按您的在警告时间吗 哦 因为如果时间到了 他会给我叮 一声跟我说时间到了哦 我怕说讲的太慢 或是太快 会怕影响你们的休息时间 现在 还够嘛 哦 我还有大概15分 50分钟的时间 对不对 好 好 来 我现在这个 刚才我已经解释过了 我就不用再讲了 这是我做的特报 你看 中国不撤出对台湾千美灰弹的真正原因 现在你们已经了解了吧 哎 你们已经知道答案了 好 我现在来解释这一张下面这个照片给你们看 好 你们有看到这个人 你看那个脸是不是像苦瓜脸很可怜 快要哭出来了 这是谁 这是中国的军官 这一位呢 就是美国的潜水艇的一个降临 站在后面这边的表情 是不是看起来很同情的样子 这是美国的水兵 这个就是在2008年的时候 美国主导一个黄太平洋军事演习 那时候2008年是有10个国家参加 在演习的时候呢 所有参加的国家呢 都要把他们的潜水艇啊 军舰啊 要开到夏威尔征出港集合 在那个时候呢 美国呢 就邀请中国的军官到这艘潜水艇里面的控制室 参观 他可能我在看他这个表情的角度 应该是这个降临让他看一个画面 就是说如果美国受到攻击或是发生战争的时候 美国会采取什么行动 而且这个行动是什么 会让中国很难看啊 所以他才会出现这个表情 不然如果没关系的话 他已经会笑笑的微笑 对不对 这个时候你看我取这个名字 先礼后兵 我先客客气气的 请你进来看 再来呢 如果不客气 我就动武了 这个画面我觉得很有意思啊 我看中共他们看的一定很不是滋味了 很难看哦 再来这个 这个也是环太平洋军事演习 这是今年的去年的去年夏天 去年的阵容就更大了 有14个国家 你看这14面国曲在里面 那时候你看这艘航空母舰就是George Washington 乔治华盛顿号航空母舰 这个呢 这个就是乔治华盛顿号航空母舰甲板上 所放的炸弹 他们都是由那个直升机 用补运船呢 送到这个航空母舰甲板以后 然后他们再用这个堆高机 把炸弹呢 堆进他们的那个潜水艇 不是他们的航空母舰的弹药库 再来这一张 这一张 大家看就知道这是不是潜水艇里面的画面 你们有没有印象去年 是不是中华民国的军方说发现台海有什么 迹象 好像可能中共的潜水艇的迹象 弄得大家很紧张 有没有 那时候的气氛 大家都糟糕了 是不是会发生战争 这个是中国要来攻击台湾的 可是后来 又变成八卦消息说 可能是沉船的迹象 或是说海豚群很大群的鱼 游过去的迹象 可是呢 真正的 其实就是美国的这一艘潜水艇 你看 那是 刚好是1月27号 那不是说马英九出国去 什么邦交国 去做什么 友善访问 他刚好你看 这个画面是同一年1月29号出现的 其实中那个流亡政府他们侦测到的潜水艇 就是美国这艘潜水艇 所以可以可见说美国中华民国的军方 是不是等于是废弃物了 连美国的潜水艇 他都还搞不清楚 这件事情 后来美国有跟李秘书长证实说 确定没有错 他们侦测到的其实是美国的潜水艇 他们中华民国 尼网政府也因为这件事 他们的国安局的好像什么秘书长 因此而下台换人了 好再来我介绍F35 这个是静态的画面 这是美国已经公开亮相了 就是说已经经过那个测试 一切ok了才可以公开亮相 你看这个是基地上的那个人小小好小 表示他飞得很高说拍下来的照片 这个也是哈 这也是F35在空中飞的画面 好等一下我就放动态的video 他怎么飞怎么起降的画面给你们看 黄先生我按这个好像不行了 好现在开始看动态的哈 谢谢观看 这个是来自的 - You got it I'll hang you on though I will see the earth You got it I will see the earth now You got it The transmission is coming to you The transmission is coming to you You want to go? Hey 這樣子 是不是很酷 好酷喔 很帥齁 他這樣的起飛都不用跑道滑行的 如果你們曾經出國搭過民航機的人 應該都有經驗 到起飛之前 會機是不是要慢慢的現在跑道滑行 然後再慢慢的飛上去 如果到了目的地 從上面慢慢的停下來 到跑道滑行一段路的時候 才可以停下來 可是這種的不用 這種的是直接升上來就會了 然後要停的時候 停在半空中 然後再降下來 這種的飛機最適合使用於航空母艦 藝術長應該有講過了 日本的航空母艦 現在就是有跟美國採購這種 這種型的飛機 用在他們日本的航空母艦上 這樣就是很方便又很進步的武器了 好再來我介紹Facebook的社群 這三個社群 台灣民政府 就是TCG 台灣 Civil Government的縮寫 在這個Facebook 我主要貼的東西就是 像林秘書長 先寫的最新消息的文章 我貼在我們的TCG官網之外 我也會把它貼在Facebook 讓大家去看 而且在這個功能上 你們如果進加入以後 你們可以進來意見交流 可以留言 或是你們覺得有什麼問題 大家可以一起討論 這個很方便 只要你們去搜尋的時候 就可以應該可以找得到 再來還有一個會社群 就是這個圖案 USA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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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美國加油加油加油 這個部分呢 也是都會貼這些 剛才我講過的 美國在西太平洋的 軍事演習活動的照片 還有什麼 看他什麼消息 還有上video啊 我也都可以貼在上面 大家可以看 然後可以留言 大家彼此討論交換意見 還有第一個 這一個社群呢 就是日本的國旗 日本第一 就是關於日本的相關消息 我也都會貼在這裡 像今年年初 日本是不是發生大地震 有海嘯 他們的很嚴重的狀態的照片 我都也貼在上面 除了這個呢 美國也發動他們的海軍 去幫助日本清除災區的畫面 也都有出現出來 美國真的幫很多很多的忙 真的是他們很好的一個盟方的幫友 好 好 再來看這個 這個你們應該看過了吧 我們頂樓 我們升上去的五面棋子 都看過了嗎 大家 有哈 有哈 就是7月23號那一天 7月23號我也有來參加 然後我參加後 我回到我 我的家的時候 天都已經黑了 我很高興呢 我就趕快把照片和 video呢 寄給another third party 就是帶我去CGK那個人 隔天早上我就收到他的回信 他回信寫很多東西啦 我就是不方便透露太多 可是我讀到最後一段的時候呢 他最後一段就是寫這個 have patience 要有耐心 第二個 this will change 事情將會改變 然後再來 a miracle and many blessings will come first 他的意思是說 有一個奇蹟 和很多很多的祝福呢 也會跟著來 那時候我看了這個 這一段話 我感動的開快要掉眼淚了 你看我們2005年開始 一直努力到現在 而且another third party跟我講這段話 你有沒有覺得有很 讓你會產生很有信心的感覺 是一種鼓勵 他說事情將會改變 就是說現在流亡政府的狀態呢 不會維持太久了 have patience 叫要我們有耐心 一步一步的去做 a miracle 奇蹟 大家有的人都認為說 不可能了台灣的命運是這樣子 就是這樣子 不可能改變了 有的人會認為說 華裏建國會講的論事是 好像天方夜譚 不可能改變的很任命的樣子 可是呢 真的是這樣嗎 你會願意這樣就認命嗎 所以呢 如果會改變 是不是一種奇蹟 對 可是這個朋友跟我這樣講 我看了很感動 而且說 有很多的祝福會跟著來 很多的祝福 我覺得我真的很感動很感動 我本來這個 27月份的事情 可是我一直都放在心裡 我沒有講出來 可是我覺得這份感動 我覺得應該要講出來 跟大家一起分享 我也有把這句話 我做的圖片 放在Facebook 有很多我們的網友 還有我們的TCD的學員和會員 都有去討論這件事情 所以我希望說大家 也要對台灣的前途要有信心 要站穩腳步 不要說聽人家說什麼 或是說什麼 你就動搖了你的信心了 好 現在還有剩下一些時間 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些故事好了 嗯 黃先生我們可以回到第一頁那個畫面嗎 台灣's national defense is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USA 對 這是這個畫面 我講一個真實的故事給你們聽 我自己親自遇到的事情 我剛才有說這個畫面 我是放在雅虎的部落格對不對 我那時候大概是2005年 2006年的時候放的 我裡面貼的文章 都是貼我們的華理論述 當然我也會寫一些文章 就是在批評中華民國 批評他們怎麼樣怎麼樣 我貼了不 不久以後呢 我突然說到雅虎部落格的那個 他們的網管 跟我說我貼的文章有問題 你必須刪除掉 這是要把我的部落格的文章全部砍掉的意思 那時候我接到這個這封mail呢 我也想說 反正這個網站是你們雅虎的啊 你們要刪你們的權利啊 我也不理他了 好了 過幾天我在去看的時候 真的全部把我的文章刪光光了 都變成打叉叉了 那時候我想說 好吧要刪就刪 因為我畢竟我只是部落格而已嘛 來免費的使用者啊 結果我就也不 我也不去抗議 也不給他們回信了 可是過了幾天以後呢 很奇蹟式的 恢復了原狀 恢復到原來的樣子 我覺得說奇怪 不是說要刪嗎 為什麼又恢復原狀了 然後我就在網路上跟一些朋友 討論起這件事情 有一個朋友出來跟我講說 因為背後有一個人在幫你的忙 你看這個人的力量有多大 可以要求這個網站 把我刪掉的東西 把他刪掉的東西在恢復原來的樣子 那你們就知道是誰在幫我的忙了吧 應該知道了吧 對啊 所以呢 其實呢 美國呢 就像一位螢武者 螢武者 只有影子 只有他的心 那個影子的影像而已 你看得到 看不到 摸不到 可是他真的是存在的 一直在暗中保護我們 可是這個日子 我相信有一天 就會很清楚的呈現出來了 而且美國也一步一步的在做給我們看 只是有些人不知道 沒有去發現 沒有去深入的了解 所以都還 都會說 美國在保護台灣 我怎麼都沒有看到美國人在街上走動呢 怎麼沒有看到美軍在路上走動呢 美軍保護我們 就一定要有 要上到岸上來穿著軍服給你看 才叫保護嗎 這是已經很漏禍的想法了 呃 你們上個月 你們也知道嗎 美國是不是去刺殺暗殺 他那個恐怖組織的冰拉燈 對 他們採取這個行動 冰拉燈他們 你也看過他們現場的房子 上面也是不是有裝了一個很像小型的那個什麼 一個感應的東西 可是美國為什麼行動來雲無影 氣無重 十分鐘 短短的十分鐘 就把事情做得乾淨俐落 就OK了 所以呢 美國要採取行動 他要去之前告訴你嗎 說我來了嗎 不用 他說要來就來了 還有再來我再跟你們分享一個故事 因為我 那時候我在推動這個聯合論述的時候呢 我在網路上常常會看到他們中國的統派的 在這個政治的論壇呢 都說啊 他們解放軍啊 不久就要來攻打台灣啊 要血洗台灣 用這個字眼喔 就好像好像在恐嚇我們台灣人 解放軍要血洗台灣 那時候我看了他們的留言 我就很不服氣 然後那時候我已經知道說台灣是在美國軍事政府 占領下 美國有義務保護我們 然後我就跑去美國的 美國的 美國的 的網站 把美國他們的軍事行動和演習的畫面呢 都貼到那個 論壇 你們都知道什麼叫論壇嗎 網路有一些討論討論的話題的地方 我都把畫面貼出來 我要讓他們知道說 你們不要恐嚇我們台灣人啊 我們本土台灣人 美國其實都有在採取保護我們的行動 有時候呢 如果太平洋西太平洋有發生緊急狀況或緊張氣氛的時候 他們會出現至少有四艘的航空母艦在太平洋的 通常會出現在西太平洋的航空母艦就是 除了George Washington以外呢 還有這個像這個Stanis號 通常還有雷根號也會出來 還有林肯號 還有Mini之號 他們有時候會輪流的 目前有的林肯號 有時候會去西太平洋執行任務 那時候我 因為我要為了要讓人民 台灣人民了解美國在西太平洋的行動 我在我們的TCG官網 黃先生可以秀一下我們TCG官網的畫面嗎 大家會上網的人喔 可以去我們的TCG網站喔 可以嗎 我介紹一下我們的TCG官網喔 你們上去看 除了可以看到林秘書長寫的文章 欸這個就是我們TCG官網的網頁的首頁的畫面 如果你沒有還不是成為我們的會員的話 你們可以去註冊 你要說你就是TCG的學員 然後我就會讓你們存取 這個就是我們上上去的股面的旗子 可以往下移一點嗎 你看這個就是美國的那個照片 這邊牆壁也有貼 這個秘書長有講過了嗎 就是說我們去年9月8號 去美國的Washington DC 特區舉辦一個慶祝酒會 慶祝酒會的時候呢 他們有派人送給我們兩面的圖 就是這兩面圖 這是很有意義的 因為在美國他們的公家機關 或是只要是官方的辦公室 都是貼著兩面圖的 都會貼上這個歐巴馬 宣示的圖面喔 好如果你們有來訪問這個TCG官網的時候 麻煩王先生再往下移一下嗎 好 現在你們也可以看到這個 這個畫面喔 就是American First Steps in Taiwan 現在美國的AIT在台灣舉辦 台灣各地都有那個American First Steps in Taiwan 美國在台灣的足跡的特展 我們希望說 你們如果住在那個特展的區域範圍的人呢 你們可以去看去參觀 去瞭解當時美國美軍在台灣 怎樣幫助台灣人重建 互建 這是二次戰後的那個經過情形 好麻煩王先生再往下移一下好嗎 OK好 好看這邊 我有寫 AIRFIRST和US Navy 如果你們要想要了解美國在台 台海附近的軍事演習 隨時都可以從這邊按進去 就可以連結進去 我那邊有一個專欄呢 專門都是在貼美國軍事演習的畫面 已經好幾年了 你們可以按著標題進去看喔 這個台灣論的廣告 大家知道吧 秘書長提過了哈 有沒有 有 好 你們看這個畫面 這個有一個像日葵這個畫面 這裡也可以按進去 link也可以按進去 就是說 好你們今天來參加這個 顏錫影 回去以後 如果你想看重播的畫面 或是看下個禮拜 下下個禮拜 顏錫影的直播節目的話 只要按進去呢 就可以看到了 對 這個 就可以看到了 所以很方便 你們就不用擔心說 下一次 是在講什麼主題啊 因為林秘書長 他有時候都會把最新的消息 在延錫影透露 也許這個星期 他們他沒有什麼事情 還沒有發生 他沒有講 可是下個禮拜 就不一定了 也許有最新的消息 獨家新聞 你們就可以看這個 現場直播畫面 就可以了解了 好 你看這個 你看我這個都是貼 那個軍事演習的照片 這邊啊 好 講到這個軍事演習的畫面 我又親自有遇到一個問題 我講給你們聽 你們會覺得也許 嗯 真的不可思議 因為我在貼這個文的時候 然後 有一天 我突然 沒有辦法進去這個 US Navy的網站 後來呢 我就問我們的網路電腦高手 王先生 我說怎麼辦 我好像出了問題耶 沒有辦法進去網站 這個US Navy的網站 然後呢 他就幫我查 查到最後呢 原來呢 原來呢 我從我家裡上網的網路呢 通到這個 US Navy網站的中間呢 被 攔截 被阻斷了 當然這個就是中華天性搞的鬼啊 然後我就很 心裡很不高興 我就趕快寫E-mail給那個 美國海軍網站的那個網管 我就跟他說 我是誰 我跟他做了解釋 我是什麼某人 跟他講 我的英文名字叫 Audrey Dunn 然後我在做什麼 我就是這個網站的管理員 然後 我說請你來網站 我們的網站 看我們的網站 我說我在做什麼 我就是要告訴本土台灣人民 二次大戰後的歷史真相 還有呢 台灣一直在USMG 就是美國軍事政府的管轄之下 因為台灣人呢 本土台灣人 二次戰後呢 一直都被流亡政府隱瞞 欺騙扭曲事實歷史 他們都不知道真相 我都跟他們的網管這樣講 然後過不久呢 我說請你幫忙 我現在沒有辦法進去看網頁了 請你幫忙 讓我能夠進去這樣子 結果沒多久呢 真的OK了 我可以進去看了 我可以進去看了以後呢 我很高興 我就趕快繼續把他們的那個 畫面呢 就繼續貼到我們的網站 因為我認為這個訊息都很重要 讓大家去瞭解說台灣現在的狀況是怎麼樣 你要瞭解才不會再繼續被恐嚇 我貼了幾篇以後呢 我相信中國或是統派的他們的網軍 那個網軍呢 有偷看我們的網站 然後又開始動手腳了 我又出現了一個問題 就沒有辦法再進去這個 U.S. Navy的網站了 然後我就趕快繼續再寫Mail 給他們的網管說 問題又發生了 我又沒有辦法進來了 我說請你再幫忙 我寫信呢 我後面都會註明說 Local time 就是說 我在台灣本地的時間 假如說晚上9點半 我會註明PM9點30分 讓他知道說我現在遇到的狀況時間 是這個時候 因為美國他們的網管呢 他也許是在美國 美國跟我們台灣是不是有時差 東岸跟我們台灣的時差是12個小時 西岸跟我們的時差是16個小時 所以我要告訴他 我的Local time本地時間 他才能去瞭解說 這個他們的網路上哪邊出了問題了 結果沒過幾個小時以後 就OK了 又可以開始通了 我又上去了 我很高興 可是這樣重複的情況 發生好幾次 一直發生一次又一次 然後呢 我就坦白跟他說 據我所知呢 我這個問題呢 就是中華電信 流亡政府的中華電信在 在中間給我找麻煩 所以我才進不去的 我說請你要幫幫忙 然後呢 他就開始 當然要處理 也許這個 還要經過一個 他們的方法吧 我也不是很清楚 可是我為了不放心呢 我馬上又趕快寫email 給美國的國務院 我也把全部的情況 都寫給他們的國務院 用email寫 如果你們會英文的人 也可以去找出 美國國務院的網站 然後那邊有 跟我們聯絡的地方 按下去 你可以跟他講說 你想要說的事情 我把我遇到的問題呢 全部都寫給他們 那個國務院看 結果呢 就是 沒過一兩天吧 我的網站 又可以進去 就可以進到那個 US Navy的網站了 就很順利的 就不會再發生前面的問題了 我在 我想喔 有可能是因為 美國有去跟 中華電信講說 你們不可以這樣子 所以我一直 真的順利到現在 一切都沒有問題 可是呢 沒有問題 過沒多幾天呢 我又收到 美國國務院的回信 他跟我說 叫我要冷暖一下 大概在四五天 或是一個禮拜 就OK了 其實我在收到 他的回信之前幾天呢 就已經OK了 表示說 我們去跟 美國國務院 做合理的抱怨 complain 跟他訴願說 怎樣怎樣 他不會不理你的 只要你的訴求 是合理的話 他 我相信 他都會給你一個 合理的回信 所以我覺得大家 本土台灣人 要勇敢的講出來 不要保持沉默 如果你保持沉默呢 他會認為說 你們台灣人很心甘情念 被流亡政府這樣 統治欺壓 所以呢 他們也許就真的 繼續在玩模糊政策了 所以希望大家 要勇敢的講出來 好不好 好 好 很謝謝 謝謝 因為喔 剛才我有提到說 那個 Another Third Party 給我回信說 要有耐心 事情 將會改變 一個奇蹟 和許多的祝福 將會跟著來臨 我聽到他這句話呢 讓我想起了2006年 2006年的時候呢 我就曾經寫信給美國國務院了 那時候的美國總統是小布希 和Rise 國務院的國務卿 是個女的 我那時候的信 也是跟他抱怨說 你們奧次戰後呢 把蔣介石帶來臺灣 留下了一個很大的問題 造成我們臺灣人呢 受苦受難受了那麼多年 60多年 而且又發生228慘案 還有白色恐怖 我說我們臺灣人呢 因為你們玩模糊政策呢 我們臺灣人受很多很多的苦 我希望呢 你們不要再玩這個模糊政策了 不要讓我們臺灣人有失望 無助而變成了一種恨 對美國產生一種誤會 恨你們 這樣不好吧 我就跟他們這樣解 結果沒多久呢 我有收到了他們的回信 他回的很簡單 他沒有寫的很多說 他只說 We are working on an answer for you We are working 的意思說 我們正在工作中 正在努力中 an answer for you 就是說 替你做這一個答覆 意思就是說 我提出的那些東西呢 他給我的答覆呢 他當然是沒有辦法一一的 講得很清楚 可是他正在進行中了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來 從小布希那個時代 我寫信去抱怨去訴苦的時候 他小布希就真的有在採取行動了 所以你們要了解 美國不是沒有在做事情 他們真的有在做 但是一定要一步一步的來 這樣才不會說發生什麼麻煩的事情 美國不希望說有什麼事情發生 他希望我們本土台灣人 也要很平平安安的過日子 而且我現在因為我們的 蔡明華駐美代表 她也是我們的副主席 她今天沒來 我們在這裡也要很感謝 她在美國LA 她所做的事情 我很感動喔 她都不管冬天夏天 吹風下雨 她都會帶領我們在LA的那個 台橋 就是台灣去那邊住的 本地台灣人 這邊 我覺得醫生可以秀出他們那個 上面一點好像我有做連結吧 沒有嗎 還是在威克里那邊 我來不用講的好了 他們是從去年的年初就開始冬天 LA那時候很冷喔 他們下雨天 大家都穿著雨衣 戴著帽子 舉著我們的台灣民政府旗子 去那邊 像 LA的聯邦大廈那邊廣場 那邊舉牌 每個禮拜都一定特定的星期二 去那邊 舉牌子 然後呢 他們本來不是很多人 大概七八個九個 在那邊舉牌 還有寫很多的標語 都是用英文寫的 請美國政府把中華民國流亡政府 踢出去吧 我們需要你協助成立平民政府 結果呢 他們的人後來越來越多了 而且他們那個蔡副主席很認真 他都會把林秘書長寫的文章 拷貝很多很多 就站在路口那邊 等車子有經過 他就會一個一個發給停車下來的人看 真的很感動 下雨天也這樣喔 冬天 刮風下雨 而且 裡面有一個讓人家很感動的 就是有一位97歲的 Ovasan 這個就是 他們每個禮拜二給我的照片喔 我都會放在我們的照片區 能不能找到那個97歲 Ovasan那個照片 他年紀很大了很大了 還是會去站著在那邊舉牌 是不是很感動 有沒有很感動 如果你的阿嬤已經97歲了 還是這麼認真 為了台灣 我真的很感動 有的人如果97歲 也許行動不方便了 可是他很好 身體很健康 行動也很方便 很厲害喔 他也有去參加我們 那個去年 9月8號的那個Washington DC 在世紀飯店的酒店的那個 慶祝酒會 他也有去 慶祝酒會 你那邊有那個照片吧 那個Roger的那個 很抱歉啦 我視線都沒有跟王先生講 就突然要求他 他還要找一下啊 在Roger的那個slideshow那邊有吧 嗯 這個慶祝酒會的事情 那個秘書長應該也都跟你們講過了吧 有哈 因爲什麽我們能夠去 我們本來不知道可以這麽做啊 可是我們爲什麽會去那邊做 就是因爲我們的秘書長呢 有受到美國國務院或是CIN那邊人 說你應該這麽做 我們可以這麽做 其實我們去那邊開酒會啦 去掛牌還有成立辦公室 都是美國幫忙的 欸有團體照嗎 不是有好幾位嗎 欸對這是他們酒會的畫面 這個美國的客人來賓 你看他們那邊那天在現場 酒店裏面吃的東西 哇好豐富喔 什麽都有海鮮很多 飲料 那個應該都是蝦子吧 欸好大的蝦子 這個是美國的來賓喔 跟我們的代表握手 你看等一下 這位 這位就是現在我們新任的主席 就是Sone先生 他是日本的一位醫學博士 他是某一個三理會的理事會長 還有院長 他的專門是什麼 腦科 腦部外科喔 你看腦部外科 是很厲害的醫生 很厲害的 他應該也有正面的吧 這位就是我們的就任的主席 這是我們現任的主席 他現在人在日本 他是我們本土台灣人 可是他去日本以後呢 他就恢復日本的名字 叫做生根獻召 跟美國來的客人握手 想韓纖 還有嗎 好 這都是我們的客人 那天來參加的貴賓喔 可是他們的身份 當然我們也不是 可以隨便透露的 據我所知 那時候來的很多 就是美國的一些六大家族 他們的親屬都有來喔 這個年紀都不小了 好下一張有嗎 你看這邊 這邊我們桌子上擺的 就是我們去的代表的那個 簡介 逆詐 那個 讓他們了解說 我們台灣 來這邊開派對 是為了什麼 就是讓他們知道說 我們台灣 那要是戰後的 所發生的種種的經過 也都有寫在這裡面的 我們的勤帖也都有寫 你看這些來賓 這是外國人來看的 那這個就是我們的在LA的台橋 就是本土台灣人住在LA的那個 他們也去參加 他們從LA飛到DC也蠻遠的喔 LA是在美國的西邊西部 Washington D.C.是在美國的東北部了 他們還要搭飛機喔 很遠 大家都很高興 你看笑咪咪的 很好啊 你看我們的這個旗子 台灣 Civil Government 在這邊 有看到嗎 有齁 這是很值得慶賀的事情 很高興 那這邊就是 Four Seasons Hotel 四季大飯店 日期September 8 2010年的9月8號 好還有沒有 這個是我們去的代表 和美國來的客人在講話 這是我們的旗子標誌 這個也是我們的美國客人 貴賓 來的我們的拍照的 拍照留言 可見我們的外國客人不少吧 很多齁 來跟我們親賀 這個也是外國人 還有沒有 這個也是 但是好像他在聽演講吧 所以他這個前 這個眼神往前面看 那時候我們拍去的代表 在講話 這個也是我們的客人 來賓 一面喝酒 一面聊天 這個秘書長 因為時間不夠 可能都沒有介紹給你們看到 對 你看這個都是外國來賓 他們在那邊聊天講話 有的是夫妻 有的是單獨來的 有的是單獨來的 有的是女士 這位你們認識吧 不認識 這是我剛才講的 就是蔡明法 副主席 她就是駐美代表 她前 她上個禮拜有來演講 她現在好像回美國了吧 昨天有來 昨天有來 那她還在台灣 她就是我們的副主席 這位就是我剛才介紹的 Sonne 我們現在的主席 這也是我們的來賓 外國來賓 這個他們 看起來好像是夫妻的樣子 很親密 這個也是我們派去的代表 還有外國朋友 有的是當地 處在台灣 處在美國的 我們的台灣的代表 這個就是台橋了 大家都好高興 下面打扮得好漂亮 穿的那個很正式的禮服 很漂亮 這是我們的來賓 他在看這些資料 我們我們的那個派去的 代表的資料 這看起來也是帥哥一個 好 這邊就是我們的資料 這個也是我們的客人來賓 好多吧 數不完 很多很多 還有這些小姐 穿的很摩登 很漂亮 還有這個也是 對了這個 你的就是主持人 當天那個慶祝酒會的主持人 也是很有名的 很有名的媒體的主持人 節目主持人 我忘了他的名字了 對不起 這邊是我們的 在台灣 在美國的代表 幫我們張裸事情的 幫我們張裸事情的 還有沒有 他們在講話 大概跟他介紹我們的代表 誰啊誰啊 因為他他要主持節目的時候 他也要了解一下我們拍去過去的人 有哪些人嗎 好 你看他擠著這個旗子 金氏占領旗 這都是 這個應該是當地的抬腳 這是那個餐桌的部分 那時候還沒有坐滿人 有人都是走來走去的 這是自主餐室的 這是要吃的時候 再去拿盤子 再去拿 再坐下來吃的 你看這邊擺個東西 好 這個是抬腳 這是在LA的抬腳 他在彈鋼琴 他們好像是在唱聖歌 基督教徒唱的聖歌 聖詩 你看這個lady也穿得很時髦 很漂亮 他們在聊天 這個先生剛才好像有看過了吧 剛才有看到了 好還有一點時間 那我們再來介紹4月28號 4月28號 您秘書長應該有提過吧 提過了 可是有些畫面 您好像沒看到嗎 黃先生可以秀一下嗎 4月28號進日本交流協會 和AIT的 這個因為前天秘書長可能時間不夠 也比較簡單講一下而已 今天我們時間比較充分 我就介紹一下好了 那個歐吉祥 這個歐吉祥今天沒來 今天沒有來 這個歐吉祥今天沒有來 他上個禮拜有來 上個禮拜有來 他已經八十多歲了 他那天就是 他就是代表 這個就是他 他就是代表我們TCC政府 向日本交流協會 遞送請願書 術院的書 就說你們日本啊 不能不管我們本土台灣人 要採取行動啊 不能把我們丟下不管啊 這是我們的術院 這個就是我們的總理大臣 這個歐吉祥很感動 他那天在講台上唱日本歌的時候 拍照的人就是一位姓脸的叫Marty Marty呢他今天也沒來 他昨天好像有來啦 那Marty呢就是陪我去CCK幫我拍照的人 他這個照片也就是他拍的 他說他拍到那個歐吉祥在唱歌的時候 他都感動的快要掉眼淚了 他會想起他的爸爸 想起他的阿公 因為那個Marty呢 他住高雄 他家都是日本式的房子 他阿公他爸爸 他爸爸很早就過世了 他阿公跟他講話都喜歡用日文跟他講 他們住的都是日本式的房子 所以他就看到這個歐吉祥呢 他就會想起自己的阿公 就人都是有感情的嘛 所以呢他說很感動很感動 尤其他在唱歌的時候 很認真的唱很用心的唱 你們有聽過他唱歌嗎 你們有聽過嗎 他有來唱過給你們聽嗎 他這一次沒有啊 有時候會排客 就是排客讓他來教大家唱日本的國歌 他日本是日文是很厲害的 只要是八十多歲的人呢 他的日文都是絕對很流利的 很厲害的 那下一次如果有機會的請他過來 歡迎各位同學呢 有機會也可以再回來 回來聽聽 再來這個看過了吧 我知道我昨天晚上有看 昨天你們看到的畫面 是這一位Lady 這位AID的這個匪師臉代表 他是在接受我們 递送這個請願書的時候的畫面 這個就是我們的議長 他把請願書交給他 他雙手接下來了 你看他笑咪咪的很高興 這表示很愉快 那這可見咯 我們做得非常正確 像那些什麼台派獨派 去那邊做什麼呢 他們根本就不理他 都全來不出面的 只有我們去 他才會出面 很多次了 我們已經去請願很多次了 你可以抓出來 去年的部分嗎 前年那個 這個就是今年的4月28號 秘書長站在這個車子上面 他在那邊演講 你看我們這邊有寫得很清楚 我們要向美國術院的畫就是這樣子 因為我們控美案你們也知道嗎 秘書長也講過了吧 我們上訴到高等法院的時候呢 高等法院他的判決就是說有三點 第一點 本土台灣人沒有國籍 第二點 本土台灣人沒有屬於自己的政府 第三點就是說 本土台灣人活在政治煉獄中 所謂的政治煉獄 並不是說沒有飯吃啦 或是怎麼樣 所謂的政治煉獄就是說 流亡政府用他們的流亡的憲法 還有他們不公平不公不義的體制 在壓榨我們本土台灣人 剝削我們台灣人 那個也是一種政治所造成的煉獄 這張照片看得很清楚了 你看他很高興的伸出手來 他伸出的手很長 可是我們這邊還還沒有完全伸出去 他就已經伸出來了 表示對方是很熱心的 很熱心的很快樂的 要跟你握握手 通常依據西方的禮貌 如果女方沒有先伸出手來 跟你握手 你男生不可以先伸出手來的 一定要等女生先伸出來 你男生才可以跟他握手的 這是西方的禮貌 我不曉得你們知不知道這個禮貌 有聽過嗎 有喔 這所以你們要學喔 以後有一天 如果你們在某些場合 遇到外國人 女的女士的時候 你不要太滿面的 馬上伸出手來 你要等他先伸出手來 你再伸出手來 這是對女人的一種尊重和禮貌 這個王先生找到了 謝謝你 他這個畫面就是我剛才講的 那個蔡明法副主席 他在LA聯邦大樓請願的時候的畫面 這是應該最後一次的畫面 他都穿上原住民的服裝了 原住民的服裝了 你看哇這個小姐好漂亮喔 我記得他這套衣服最漂亮了 我們有機會穿 如果有機會 我看能不能穿看看喔 你看這個 你看每個人穿的 這個是我們蔡副主席 你看 這個是不是原住民的酋長 才可以戴那個帽子 我不清楚 是不是 有酋長才可以 才可以戴那個帽子 那這個代表是什麼 我就比較不了解了 因為我對原住民的文化 不是很清楚 其實坦白講起來 我也有 我也有原住民的血統 我是住在 南投縣的中部的一個 三層小鎮 因為我不想讓我的親人看到我的念孔 所以我是戴墨鏡的 因為我是直播的 而且這個又會重播 因為我小時候呢 很小很小的時候 我聽過我爸爸 在跟我祖母講話的時候 他們所使用的語文我聽不懂 我聽不懂他你在講什麼 可是我也沒有問我爸爸說你在講什麼 他也沒有跟我說他在跟阿嬤講什麼 可是後來呢 我才知道說 我其實是平埔族的後代 我其實是平埔族的後代 有一次呢 我在 在某一家醫院喔 那個醫院有交通車 那個司機也是原住民 他跟我聊天 他跟我說 聊啊聊呢 我就跟他說 其實我也是原住民 我是平埔族的後代 他說對啊 你看起來喔 很像泰雅族的 他說我看起來很像泰雅族 我說喔原來這樣啊 我爸爸都沒有跟我講過 但是很有可能 因為我據我所知道 在中部南投縣 還不是有一個泰雅度假村 時間到了 快到了齁 好 所以我是感到很高興 我今天能在這裡 跟大家一起共享這個時間 把我的快樂 和我所知道的訊息呢 分享給大家 希望大家也能夠 穩定自己的信心 站穩腳步 你看我一個女人家 我寫文章 坦白說是很犀利的 也許你們沒有看過我寫的文章啊 我在講馬英九 我是很不客氣的 馬英九後面 我都會給他加一些什麼字 馬英九流亡難民分子 我都不客氣這樣寫的 而且他還說過他自我感覺良好 天啊 我從來沒有看過有人敢講這種話 你敢這樣講嗎 而且明天8月8號 就是南臺灣 莫拉克 水災的紀念 的周年 雖然在那裡沒有我的親人 可是當我知道平衡不足 可是當我知道平衡不足 都是小林村的人民的時候 整個小林村被滅掉了 我真的很難過 那時候我做了一個 影片 我說頭號戰犯馬英九 中華民國流亡政府的領導人 當初為什麼不願意讓美國和日本的救難隊 來救小林村的人民呢 就讓整個村莊就這樣滅掉了 那個照片你們有看到嗎 本來是很漂亮的風景 綠綠的山綠綠的花草樹木 這一夜之間的變成了一堆土 人民都被埋在裡面了 那個政府流亡政府官員 不敢公布小林村 失蹤死亡的人民 他不敢公布 到底真正死了多少人 大家不知道 在網路上我看到那些 平衡不足小林村的家人 在幫家人辦 和上司的時候 那個桌上很多很多的 照片和名位 有的是全家人 有阿公阿嬤和孫子的照片 我看得真的很難過 我看得真的很難過 尤其呢 外國的大使館 他們的駐外代表使館 接到 接到流亡政府的什麼通知呢 他說 如果你們捐款 我們願意接受 如果就難對不用 後來這個消息被曝光了 我把它貼在網路上 我就知道說馬英九真的很可惡 他根本就是要 魅我們的蟲 魅我們的族 你看那麼大的災難 為什麼不願意去搶救呢 尤其小林村被 魅了之後三天的 黃金小時 他連派一個挖土地去挖 來看看都不願意 就這樣保持原狀 萬一裡面還有活著的人怎麼辦 我在想說 如果我們將心比性 如果你是被埋在屋子裡面 外面都是泥土 你卻喊 扶天換地都沒有人聽得到 你就在那邊等著 一天一天的時間過去嗎 真的你如果這樣想的時候 是不是很痛苦 所以我們應該要勇敢的站出來 我們不要這樣的政府 一點都不愛我們人民的這種流亡政府 他們留在台灣的目的是做什麼 只是要我們的稅金 讓他們好好的花他們的錢 一大筆一大筆的預算幾億幾百億這樣子花 是真的有必要花那麼多錢嗎 他為什麼不把那些錢來建設我們平埔族 或是我們其他族群的建設 像了小林純滅掉了 他也沒有打算要給他復健 就這樣保持原狀 明天就到了 明天我會不客氣 明天會把我那個video貼在Facebook 希望大家不要忘了這一天 雖然南部離我中部很遠 但是很有可能 很有可能 就是跟我失去很久沒有連過的情人都有可能 我希望大家 跟我一樣勇敢的站出來 跟我一樣勇敢的站出來 那時間也快要到了 那很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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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起立 立正 敬禮 請坐 請坐